古风 齐三 李白 正东开 民工快机领 逞望狼牙台 行徒七十万 歧途离山危 上采不死药 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 长经正摧违 鹅鼻向五月 阳波喷云雷 齐烈碧青天 河游赌棚来 徐福在秦女 楼船几十回 但见三泉下 金关葬寒辉 此诗主旨 世界秦始皇之求仙不成 以归奉唐玄宗之迷信神仙 就思想内容而言 并不算李白一人之特见着实 但就其动荡开河的气势 精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而言 是堪称独步 全时大体可分前后两段 前段为宾 后段为主 主要手法是寓意先扬 呼吸呼张 最后盖棺论定 前段从偏手至 承望狼牙台 颂扬秦王之雄才大略 和统一业绩 头四句极力渲染 秦始皇消灭六国 平定天下的威风 不言平定四海 而言扫空六合 包天地四方而言之 首先就张扬了秦王之 赫赫声威 再用虎式形容其薄薄雄姿 更觉咄咄逼人 其二句便有蒙虎绝人之事 紧接着写统一天下的具体情事 也就有如破竹了 三句浮云 象征当时天下混乱阴暗的局面 而秦王拔剑一挥 则环曲大定 一个绝字 显得何其果断 有快刀斩乱麻之感 于是乎天下诸侯皆昔来 陈属于秦了 由于字字置地有力 句句语气饱满 不待下两句赞扬 赞扬之意已异于言表 明段剧一座熊途 发音段 但不管明段 英段也好 熊途天启 大略也好 总算把对政治家的最高赞词 都用上了 诗篇至此 一阳再阳 欲为后段的转折叙事 紧接收兵二句 写秦始皇统一天下后 所采取的巩固政权两大措施 亦是张扬气派 一是收集天下民间兵器 融住为十二金人 消除反抗力量 使天下墨于毒也已 于是秦和东方交通的 咽喉寒谷关 便可敞开了 二是于狼牙台 快鸡山等处客时 送秦功德 为维护统一 做舆论宣传 快鸡岭和狼牙台 一南一北 相距数千里 诗人紧接写来 有如信不互停之间 诚望二字 形象生动地展示出 秦王当时志盈一满的气概 秦之统一措施甚多 择其要者 择刚举木章 续得简静豪迈 对秦王的歌颂 致此珍疾 然而物极必反 这犹如汉 假意过秦论的开篇 只是轰轰烈烈 使后来的反爹之笔 更见有力 后段十二句 根据历史事实 进行生动艺术描写 讽刺了秦王娇奢银齿 及妄想长生的荒唐行为 先揭发其离山修墓 奢靡之事 秦始皇即位第35年 发功行罪犯70多万人 见厄旁公和离山墓 挥霍自私 穷极民力 再揭发其 海上求仙的愚望之举 始皇二十八年 其人徐福说 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 尚有仙人及不死之药 于是始皇浅徐福 带童男女数千人 入海追求 数年无结果 此急采不死药事 茫然使心哀 是担心贪欲 未必能满足的恐惧和空虚 这四句对于前段 笔锋斗转 真如骏马铸泼 写始皇既其不死 又驻高陵 皆是出其自私矛盾 欲令致昏的内心世界 但诗人并没有就此草草中篇 在写其求仙最终破产之前 又掀起一个波澜 据实载 徐福诈称求要不得 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故 于是始皇派人 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 沿海射鱼 在金山东烟台附近海面 射死一条鲸 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 与高度夸张手法 把列经场面写得光怪陆离 有声有色 惊显奇幻 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径 骤然看来 好似一尊山岳 它喷射水柱时 水波激扬 云雾弥漫 生如雷霆 它齐烈张开时 竟遮蔽了青天 诗人这样写 不但是诗篇增添了一种 惊显奇幻的神秘色彩 也是制造希望的假象 为篇中致命的一爹做事 长径征服了 不死之药 总可求道吧 结果不然 此后不久 始皇就在寻刑途中病死 但见三拳下 金冠葬寒辉 这是最后的反跌之笔 使九霄云上的秦王 跌到地底 真是惊心动魄 以此二句 收束助灵 求仙士 比例抖剑 而口吻冷卷 想当初那样明断的英主 竟会一再被方氏欺骗 仙人没做成 只留下一堆寒冷的骨灰 而徐福再秦女 楼船几十回 让方氏大讨其便宜 历史的嘲弄 是多么无情啊 此诗虽属永史 但并不仅仅为秦始皇而发 唐玄宗和秦始皇 就颇相类似 两人都曾历经图治 而后来又变得娇齿无度 最后迷信方氏 望求长生 据资质通剑载 玄宗尊道教 慕长生 故所在睁言福瑞 群臣表赫 无虚悦 这种纯举 结果必然是遗害于国家 可见李白此诗是有感而发的 全诗史实与夸张想象结合 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 寓意固扬 跌宗生姿 既有批判现实精神 又有浪漫奔放激情 是李白古风中的立作 本文作者胡国瑞 朗读蓝色百合